台北捷运在昨天才有大学生随机砍人 想不到今天又传出竟然有人带刀 我们带你来看最新的画面 您可以看到一名身穿喇嘛装扮的男子 戴着一把50公分长的错刀 袋子里面还藏着一把空气枪 进入捷运的台北车站 民众马上向警察来举报 而警方也发现到 他是一名曾经犯下公共危险罪的通气犯 目前正在清查他带刀进入捷运站的动机